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吸烟 不酗酒 最喜好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过灵丁阳》 他立志成为一名像文天祥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沟桥事变前 郝孟林正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在赶去进修的路上 得到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 他立即返回驻地贵州 主动倾听抗战 郝孟林将军的另一个突出人格魅力在于 他的军人情节特别重 他认为国难当头 作为军人就应当以死报国 所以积极主动的请因北上抗日 郝孟林在请战书中说 我是军人 半生光打内战 对国家毫无利益 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 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我们应该去抗战 去与敌人拼 郝孟林上前线前 为五个子女写下了诀别信 封好后 交给大女儿惠英 嘱咐他三天后再拆看 率性的小惠英不懂父亲的心情 立即要拆开看 妇女二人在争抢中信被撕成碎片 郝孟林走后 好奇的惠英把碎信拼凑起来一看 原来是他父亲留下的遗嘱 信中说 此次北上抗日 报定牺牲 万一阵亡 你得了听母亲的调教 孝顺如祖母老大人 至于你等上学 我个人是没有钱 将来国家战胜 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给父亲送行的当天 由于车站混乱 小惠英也没来得及给父亲多说句道歉的话 不曾想这一去竟成永别 接了二十余万人 在魏力皇副作义的指挥下 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抵挡日军 其中 郝孟林直属魏力皇的中央兵团 担任新口正面战场总指挥 负责南怀化等主阵地的防御 十月五日 郝孟林进驻阵地后 夜以继日地抢修宫士部署兵力 他对部下反复强调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 只有牺牲 此为我死国活 国活我死 板原征四郎 原关东军参谋长 是此次郝孟林严阵以待的日军指挥官 他的第五师团是日军的王牌之一 祖先最早 战斗力强大 在日军中素有刚军之称 他自幼学习中国文化 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是个地道的中国通 1931年 曾参与策划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 又积极策划成立了满洲国 十月十日夜 原平中国守军第196旅 坚守十日后全部殉国 十月十一日 板原征四郎开始命第五师团主力 向心口处阵地南淮化发动猛攻 在日军飞机大炮的攻击下 南淮化阵地几乎成为焦土 郝孟灵面对强敌毫无巨色 双方士兵近距离互扔手游弹 并一度展开白人战 一时间 阵地前喊沙声震天 炮火毕日 10月13日 双方展开拉锯战 一周夜内南淮化阵地 竟十三次一手 郝孟灵的第九军因此损失惨重 有的团甚至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 其中第三二二团仅剩百余人 郝孟灵在阵地上对官兵说 我们一天不死 抗制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 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 我若是先退 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 中国军队分数路反攻日军 郝孟灵和师长刘家琪亲自在前线督战 郝孟灵率部追击中 不幸腰部重大 在倒地的瞬间 他仍高喊杀敌报国 星口战役是抗战初期最为激烈的四大战役之一 日军三亿齐帅九功不下 最后在防守力量薄弱的娘子官才找到了突破口 星口守军被迫撤退 郝孟灵的灵鹫运回武汉后 这位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以国葬仪式 安葬于武昌福湖山 他的大女儿慧英后来看到父亲的血液 那身他经常穿的灰布军装上 全是血 全是冻 随同灵鹫一起运回来的 还有他在前线的一份遗嘱 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是最后贯头 保定牺牲居心 不能成功集成人 为争取最后胜利 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 故成功不必在握 我及牺牲后 只要国家存在 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 他生前关心的孩子们的教育 在蒋介石冯玉祥的关照下 他五个子女学费 即便在国家最困藏的时候 也全部由政府报销 后来用四个派读了大学 郝孟林参与指挥的新口战役 是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国共两党军队等无数抗战将士 在这场战役中协同配合 共同谱写了一部全民族共欲外辱的壮丽诗篇 他们的抗日精神就是民族魂 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前行的 永久的精神基石